各位觀眾大家好,又是明報530新聞時間,今天是7月9日,星期二,歡迎收看。 繼星期日有二十多項單日高溫記錄被打破後, 比斯省在昨天再錄得更多新高溫記錄。 在星期一,省內有28個地方打破了7月8日的單日高溫記錄。 全山最熱的地方是Litton,最高溫度達到攝氏42.6度。 該市亦是星期一全加拿大最熱的地方。 雖然大陸平原地區並沒有城市在星期一打破溫度紀錄, 但氣象學家Michael Cruz表示,今天溫度飆升到30多度, 體感溫度甚至會接近37至38度。 大陸平原的溫度會比昨天高,甚至有可能破紀錄。 另外,空氣質素亦會不斷惡化,因為污染物症困在大氣層裏面。 比斯內陸小鎮Cash Creek和Lillard的氣溫都超過40度。 至於其他打破紀錄的城市有Camloops, Kelowna, Fernand, Whistler和Campbell River等。 加拿大衛生部專家Eric La Finche表示,當氣溫升高, 人體就會開始受到影響,最早可以由20度開始。 當溫度升到25至30度之後,影響就會越來越大,尤其是在孕苦。 Le Finche指出,有多項研究表明,長時間在炎熱或熱浪環境下會增加早產的機會。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吵集環境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快點找永鳴聽力的專家曠永鳴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聽器驗配和舒緩耳鳴經驗,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集音功能,在吵集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Vancouver First Realty,街壁地產,The Winning Team, 是大賓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Winning Lamb,林太太, 中城服務客戶的Terence,一切以客為本的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Edgerso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一對美國遊客在7月2日來到大灣旅遊, 但是半日不溫一間Airbnb民宿幾分鐘後, 就被人入屋偷走重要財物。 來自美國印第安納州的遊客Mandal表示, 他們當日很晚才搬入民宿, 當時他們有一堆行李, 包括護照、相機、背囊、電腦等貴重物品。 由於他們另外還有大型行李, 因此決定將部分行李先放到民宿裡面。 結果他們回到車上拿大型行李的時候, 過程都不到3、4分鐘, 就有賊人走入民宿盜竊。 特首之後從後門離開, Mandal回想起他們的確不肯定大門是否有所上, 但是因為那區看來像安全的社區, 而且他們只是離開幾分鐘, 所以就不以為二。 Mandal最後打911報警, 不過由於是非緊急情況, 騎警在一個半小時後才到場, 翻查閉路電視畫面後, 找到事發過程的片段。 而人最終獲美國領事館簽罰緊急護照, 並立即取消所有信用卡, 因此無法享受原本計劃好的行程。 白運王家騎警表示, 案件暫時未有線索, 呼籲民眾協助辯認嚴犯。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 是加拿大最佳Outlander PHEV 銷售箱, 過源最多, 價格實惠, Outlander PHEV 插電式油電混合多功能車, 政府及廠方優惠高達8000元, 上摩達全輪驅動, 還有10年Warranty和蠔華設備, 配備Bose品牌高級音響和前排按摩座椅。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 提供多種語言服務, 是Google評級排名第一的本拿比Mitsubishi銷售箱。 夏天到了, 旅遊回鄉探親想送優質養生產品做手信,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僅有優惠, 花旗森仲是百分百安省種植, 還有資保養銀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精美禮合裝選購, 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民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森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 受選港利行。 一份來自Transunion的2024年本國第二季的消費者報告指出, 國民對於自身財務狀況並不樂觀, 57%的受訪家庭表示收入跟不上當前的通脹率。 另外有38%指出, 與近未來3個月的帳單和貸款支付額會增加, 這個情況導致國民的儲蓄模式有所改變, 部分表示正增加他們的應急基金儲備, 增加可用的信貸額, 和調整退休輸促計劃。 另外受訪的1,000名加拿大人一邊, 46%國民表示, 本年至今的家庭財務狀況比預計要差, 令數字比去年上升4%, 有5分之4的國民指出, 他們過去3個月的收入維持不變。 Transunion的金融服務研究總監表示, 與過去幾個季度相比, 情況略有惡化。 調查的其他結果包括, 3分之2的受訪者認為, 加拿大目前正處於衰退之中, 或在年底前會陷入衰退。 另外有58%受訪者指出, 他們對未來1年的家庭財務狀況並不樂觀。 創詞人陳國義院長的國義肝腸療法, 運用微創, 配合溫和中藥, 達到標本兼指, 徹底跟隨病患, 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打電話, 604-559-6177。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南山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他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15款不少華人經常飲用的杏仁奶、 燕麥奶、腰果奶等, 不管含糖也好、無糖也好, 都因為可能被里斯特菌污染, 現在被加拿大食品檢驗局CFIA全面回收, 範圍偏及全國。 安省首席醫療官木耳今天確認, 在安省有9人因為飲用受污染的產品而感到不惜, 其中5人需要住院。 受影響的包括15種 來自Silk和Great Value品牌的產品。 加拿大各地商店現在已經停止出售、 提供或分發有關產品。 如果消費者家裡的雪櫃還有這些產品, 也不應該飲用。 卑士大學食品安全工程教授黃少雲指出, 雖然里斯特菌不像沙門氏菌或大腸幹菌般常見, 但它的死亡率可以高達30%。 免疫系統教育的人, 例如孕婦或長者, 特別容易受感染。 有研究顯示, 包括里斯特菌在內的病原體, 在植物性奶製品之中的滋生, 可能比在牛奶裡更快。 而被里斯特菌污染的食品, 是很難從外觀或氣味上分辨得出來。 病人從接觸到里斯特菌, 到出現症狀的時間通常是2至3個星期, 但最長可以到70天。 而受感染的病人, 往往好像患了輕度流感。 病症例如嘔吐、護心、腹痛、 極烈頭痛、便秘或發熱都可能突然出現。 而更嚴重的可能會導致生生嬰兒或長者 患上腦膜炎和血液感染。 要回收的產品都是屬於Danning Canada。 Danning Canada的發言人表示, 受污染的產品和安省一間第三方製造商的 特定生產線有關。 他們將與第三方製造商徹底調查事件。 需要回收的產品是包括1.89升包裝, 最佳食用日期至2024年10月4日的各款杏仁奶, 包括以下產品。 1.75升包裝,最佳食用日期至2024年10月4日的燕麥和腰果奶, 包括以下產品。 另外,1.89升包裝的Silk無糖椰子飲料, 最佳食用日期至2024年9月27日, UPC碼是025,293,0024,49也需要回收。 消費者應該瀏覽CFIA網站了解回收的詳情, 而隨著食品安全調查的進行, 可能會有更多產品需要回收。 明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這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條片。 疫情之後, 往返香港和中國的機票, 貴到媽媽都不認得, 主要是因為航班少, 機位不夠, 那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好呢? 根據新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王迪的說法, 這個問題要加中聯手解決。 王迪是上個月27日 在中國接受中國駐加拿大的媒體採訪的時候, 提到過去幾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 眾家關係遭遇到一些困難, 中方不願意看到也不符合雙方共同利益。 王迪說, 當前中家兩國應該是基於相互尊重和理解, 努力擴大雙方利益匯合點, 以建設性的方式管控差異和分歧, 為中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累積更多的積極因素, 並且希望盡快解決中家之間直行航班不足和簽證難這些問題, 為促進中家人民交流,提供便利。 三個人,其中最少兩個是壞人, 他們三個在2022年7月份, 用了111萬5千元買到的物業, 物業掛牌價本來是99萬9, 但當時三個人已經買不到, 於是便出到111萬5千元, 而且同意放棄獲得融資的前提條件, 即是就算沒有銀行貸款, 他們都照賣不手軟, 其實他們有去銀行找過做貸款的, 不過銀行估值之後, 認為這個物業不值那麼多錢, 所以不會提供貸款。 三個人起初還不願意放棄, 才是提供額外訂金, 後來又多次協商, 跟業主說是否可以延遲交吉日期, 但他們沒有辦法趕復業主減價, 最後因為資金不足, 三個人只好撤訂, 以為被業主沒收訂金就可以脫身, 實行輸小檔贏, 結果被業主告上法庭, 連訂金一共要賠回41萬多。 這個物業是在BC省基隆那, 夾粉買入的三個人是馬克利、方偉明和劉小禮, 業主是曼德爾。 當三個人撤訂後, 業主曼德爾被迫將物業在2023年1月重新放盤, 先是開價94萬9, 沒有人口, 於是減到74萬, 還換了屋頂和空調。 心有不禁的曼德爾, 跟著以違約為理由, 將買方的撤訂三人組告上法庭, 要求他們賠上37萬五元的差價。 撤訂三人組, 當然是不甘心賠錢, 於是提出反控, 聲稱這個物業披露聲明裏面, 包括了欺詐性或疏忽性的失實陳述, 說這個物業本身存在一些問題, 甚至是說它不適合居住, 所以這個合約是不成立的。 三人組認為, 業主應該是跟他們重新談判, 並且減價賣給他們, 或者應該等到市場康復的時候, 才將這間房子賣出去。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法官最後的判決, 才是真道理。 法官認為, 撤訂三人組的說法, 欠缺證據。 合約條款之一, 就是這個物業會議當時的情況出售。 這是意味著, 買家是放棄對賣家的任何責任索賠。 法官因此判決, 當市場下跌的時候, 在買方違約之後的合理時間裏面, 賣方重新賣樓, 可以獲得的最高價, 和出售給原來買家價格之間的差額。 法庭就是按這個差額, 來作為賠償的判決。 所以, 撤訂三人組, 一共要給三十七萬五千元的賠償金, 包括業主更換屋頂和空調的費用, 由於物業不能重新出售, 所以, 業主要繼續住在裡面。 所以, 他要給按設利息, 物業稅, 水電費等的費用, 這些都要由三人組來負責。 扣除了, 已經支付給業主曼德爾的五萬元訂金之後, 撤訂三人組, 還要另外再給三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元零七毫六, 合起來就是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元零七毫六, 唉, 炒樓賺錢當然就笑呵呵, 但一旦洩本又如何呢? 如何? 這樣就哭到眼淚汪汪了。 多市有獨居老虎, 難頂昂貴生活費, 拖欠電費, 被電力公司斷電。 七十四歲老虎導師, 獨自生活在一個一居室單位。 今年五月初, 多倫多電力公司, 以他沒有完全支付電費帳單為由, 撤斷供電。 導師說, 他知道及時支付帳單的重要性, 一直努力扶清欠款。 由於他需要經濟上支持一個成年兒子, 經濟有困難, 結果沒有支付帳單激增, 至今拖欠電費超過一千四百元。 今年四月, 多倫多電力公司, 向他發出斷電通知時, 他只是躺在新寧醫院急診室的擔架上, 無法接收正式文件。 不久, 電力公司就撤斷他的電源。 導師說, 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一直跟電力公司聯絡, 試圖重新恢復電力供應。 導師激動說, 電力公司沒有給任何機會, 一定要他還清所有欠交電費。 多倫多電力公司拒絕評論具體案例, 只是說, 決心以任何方式支持客戶, 幫助他們避免被終止供電。 發言人默克尼爾說, 與客戶合作制定欠款支付協議, 幫助他們每月分期償還欠款。 監管機構安省能源局發言人回應, 透過制定和執行公用事業, 公司必須遵守全面客戶服務規則, 來實驗這一點。 一般來說, 電力公司必須向客戶提供欠款選項, 包括每月等額分期還款計劃。 兩個多月來, 導師為了避暑, 沒辦法不去公共圖書館、 約房或其他有空調地方。 加拿大環境法律協會執行總監, 律師默克萊·立漢說, 好像道士這些老年人, 能夠有電用是非常重要。 事實上, 在某一些情況下, 能源已被定義為一項人權。 患糖尿病和高血壓的陸秦保安, 事業於2021年接種科興疫苗第二針, 第二天早上感到胸口痛和難以呼吸, 拒不醒人士送日不大於山醫院後身亡。 死欣婷昨天召開言訊, 言訊今天繼續傳召兩名專家證人作供。 其中一名心臟科醫生認為, 事故與接種疫苗相關。 而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 委員會成員指, 沒有明確證據證明疫苗和事主的死亡有因果關係, 情況並不常見。 事主曾慶成, 中年63歲, 在2021年8月6日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 當時他沒有不適或異常反應, 第二天送院不治。 庭上透露, 事主解剖後發現患有冠心病。 養和醫院心臟科醫生周慕慈公稱, 由於事主否施後, 驗出高水平的免疫球膽白衣。 他被急救時, 也對電擊毫無反應, 以致無法救治。 周醫生考慮有關文獻後, 認為事主死亡與接種疫苗有關係。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成員之一, 衛生署法醫服務顧問醫生潘衛明就指, 委員會認為無法證明事件與疫苗有關。 得出結論為, 與接種疫苗因果關係不一致。 因為高水平的免疫球膽白衣, 並非具有參考性的指標, 病人也可能是因為心肌更失, 心肌然同冠心病, 而在接受電擊下, 沒有反應。 家屬問及, 潘衛明能否完全排除疫苗注射和事主心亡的關係。 潘衛明強調, 不會排除可能性, 但委員會需要做的是確立因果關係。 聆訊明天繼續, 預料由衛生署和一名私家診所醫生的代表, 作出結案陳詞。 武林聖武嘉年說, 今日也就是9日起, 一年6日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一年3日早上會有特備開幕節目 《千人武術操》大會演。 今日早上由數百名中小學生打頭鎮, 在文化中心主舞台和露天廣場耍武術操。 明天也就是10日, 千人武術操會耍雙節棍。 後天也就是11日, 就有太極拳。 另外在鐘樓旁設置紅色牌坊。 長約80米的功夫街, 展出功夫電影的海報, 各類功夫門派的特色介紹。 在這裏結束。多謝收看, 再會。